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号宣布新增9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包括7例境外移入及2例本土 本土病例是60多岁女性案343 近期五出国史 不过她的丈夫曾在3月17号从美国返台 案343陆续出现咳嗽等症状 3月31号再度就疫就收治住院裁检 4月3号确诊 相关接触者还在调查并理清感染源 另外一名本土病例案347 是2号公布的确诊病例案366社区保全的接触者 两人曾在3月19 27号两天接触过 之后案347从3月24号开始发病 阴城二度就诊症状都没有改善 31号再度就疫就收治住院裁检 4月3号确诊 指挥中心表示 已经掌握37名接触者将进一步实施裁检 就是说如果有住户 他们有这个症状 或是有出国史的话 那我们就有跟这个保全有接触的话 我们都会先来裁检 那如果没有接触的话 那如果有这个症状跟出国史的话 也会请他来裁检 另外指挥中心宣布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以全面佩戴口罩 若劝导不听将因传染病仿制法 处3000以上以万5以下罚款 遇到故意扰乱资讯民众 会以社会资讯法处分 另外指挥中心指出 3月29 30号两天 367名搭乘武汉返台专案 反办民众 在送到集中检疫所后 有3人出现发烧症状 后送就医 其余旅客都健康良好 原始新闻 虎顺物流台北市采访报导